我齐请大天使爱塞瑞尔跟我的能量融合 协助我传递今天的读诵 大天使爱塞瑞尔讯息改变匮乏感 向光之雨传讯 我是大天使爱塞瑞尔,你们好 你们许多人被匮乏感困扰着 你们担心金钱不够用,时间不够用 别人给你的爱不够,自己的能力不够 身体不够健康,无法抵挡病毒等等的不够 你们永远是够的 是你们的够创造了这些不够 因为你们来自丰盛的创造本源 这个本源是无所欠缺的 这个丰盛的创造本源,让你创造了各种情境去体验你们的内在情绪 你的内在情绪的恐惧跟不安 为你创造了这些匮乏感 你可能会说 大天使,我是真的没有钱 每个月不仅是月光族,还欠银行钱 难道这不是金钱匮乏吗? 实际情况是算缺乏足够的金钱 但是会造成这个结果 是你一直背离丰盛的本源而活着 你们的日常生活中 可能存在着许多负面的匮乏信念 你可能会觉得 你的金钱会不够用 你的身体会很衰弱 你的能力很不够 你的运气一直不够好 无法找到好的工作等等 我知道你们都是对自己的觉知的一群人 你们会想办法让自己提升 去摆脱这些负面的想法 可是常常不知不觉 这些负面的匮乏信念 战胜你的理智头脑 慢慢的占据你的情绪 让你越来越恐惧与不安 因为你的恐惧与不安 会让你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例如说 你因为对金钱感到匮乏 你拼命聚焦在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 即便这个机会根本不适合你 事实上你根本无法在这个机会中 发挥你的所长 最后你也没有真正得到 多少的实质金钱收入 甚至有的人过度花时间追逐金钱 让自己丧失健康的身体 这些都是常常听到的 建议你们在做选择时 你们要审视一下自己是否带着匮乏的心态 当你选择一个人当伴侣时 是否只是单纯的认为对方给你很多的爱 而不是你们之间爱的能量流动很和谐 因为你只要求对方对你付出爱的话 这种爱 久了可能会变质的 因为你永远只是一只愁爱鸟 你不了解爱的本质 你们带着觉知去审视自己是否有匮乏的心态 是可以为你创造出很不同的人生的 当你察觉到你有匮乏的心态 你愿意去修正 你会选择不一样的道路 因为长期处在匮乏情绪中的人 心情一定不好 事也必定窄小 你会察觉不出来自于丰盛本源给你的指引 丰盛本源的创造力可以帮你创造出 一种匮乏的现实情境 但是你不要忘记 它绝对可以为你创造出一种丰盛的情境 但是你要常常去审视你那匮乏的信念 唯有对自己匮乏的信念去做修正 你才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 你们可能无法马上就可以打败你们匮乏的信念 每天先开始感谢你所拥有的一切 列举越多越好 其实你真的已经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了 只是你每天都习以为常 忘了他们的存在 也忘了感谢原来你这么丰盛 所以每天先从感恩你所拥有的开始 慢慢的你的丰盛感会伴随着你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也是有效的方法 但是要你们去实践 我是大天使爱塞瑞 我深深地祝福你们 传讯着相光之语 与大天使谈话 相光问 大天使 社会上有很多人生活已经是积贫交迫 你建议的方法会有效吗 因为三餐已经不济了 如何去做这些信念修正呢 大仙此回答 如果你的焦点只停留在3D的实相中 那你就只停留在那里 不会有奇迹出现 但是亲爱的合一们 你们不只是这样 你比3D的你要大的多 有能力的多 但是第一步是你要跳脱出来 即便你此刻是平定交迫 如果你的现实条件不好 但是当你愿意去 对灵性更深度的探索时 你们便可以超越现况 试试看吧 要有信心 相光说 谢谢大天使 大天使回 不客气 我爱你们 小子 大家不能用 抬起来 不客气 大天使回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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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或者是 不客气 你也不能用 对